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一话 这么脏的小狗狗才不会是我弟弟 王毅十三岁王家长子 冷酷笑草爱上我的恶毒男配 真不明白 父亲为什么会把肮脏的私生子接回家 秦宪八岁王家私生子 冷酷笑草爱上我的男主角 怎么 哑巴了 连废都不会废 真是条纯狗 要是敢向爸爸告状 杀了你 王家别墅 大家好 我叫王毅 是小说时空中的一名打工人 此刻正扮演着恶毒男配角色 王家恶少 混蛋 老子真特么该下十八层地狱 竟然殴打小孩子 呜呜呜 他还那么小 怎么就被我这人扎盯上了 宿主您的演绎十分完美 无需自责 继续保持 用不了多久便能完成任务 恶人系统送 辅助王毅在少女文学世界中 扮演好恶毒男配的爱 请再接再厉 嗯 我知道 尊敬的宿主您好 欢迎来到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世界中 本小说讲述的是 纯真可爱的女主角帮助 笑草琴县 走出昔日被兄长灵虐的童年阴影 从而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青春校园故事 而宿主您的任务 就是扮演好男主角的恶毒兄长 尽情的欺凌 谩骂殴打他 不必让少年琴县产生 一辈子都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完成足够多的任务 就能回归日常 没事没事 反正只要让琴县恨我 恨到想要杀死我 就能功成身退了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话 哥哥 你的衣服落在浴室了 哦 怎么 狗狗特意给我送来的 嗯 哼 开什么玩笑 被你那脏手摸过的衣服 还能要吗 别以为装可怜 就能让小爷对你这野种心软 我特么真是个畜生 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孩子 活该受到惩罚 这孩子头发还没干 就想着跑出来给哥哥送衣服 你太甜了吧 可惜有系统在 不能崩恶人人设 脏兮兮的丑死了 野种就是野种 讲真 要是我真有这么个乖弟弟 不得幸福到爆炸 喂 妈 老爸今晚回家吃饭 嗯 等会我带他下楼 一起吃晚饭吧 拜拜 是 得在老爹面前 装得对秦小子好一点 好爷 便宜爹回来了 便宜娘今晚肯定不会克扣 这孩子的吃食 可 看傻呢 赶紧回房换套正装 下楼跟爸妈吃饭 快把食衣服换掉 千万别感冒 喂 你在看哪里 警告你啊 别用那种恶心巴拉的眼神 盯着我背后 小鬼似的 总那么神经兮兮 怪不得会被亲妈扔掉 鬼吗 或许真的是吧 从出生起 我就有一种怪异的 能看透人心的能力 小县 最近在家住的还习惯吗 不论人们口中 说着什么甜言蜜语 他们最为真实的内心 都会化作文字 父亲 王成鹏 王氏集团总裁 爸爸工作很忙 也没时间回来照顾你 要不是迫于舆论压力 谁会想接这个脱油瓶回家 哎呀 怎么会住不惯呢 人家可是把小县 当做自己亲儿子来对待呢 母亲 白丽莎 王家太太 王义双母 这孩子怎么不去死 来来来 小县喝粥 他们都很讨厌我 讨厌到想让我去死 咦 小县你没胃口吗 去死去死去死 除了 哎呀 他就是个小哑巴 不喜欢说话的 看来老爸的公司 今后还得依靠我呀 便宜娘 你天天只给孩子 喝白粥 他能有胃口才怪 来来来 小老弟多吃点 吃 吃不下了 你的粉红色内心矿 也很可爱 快吃 快吃啊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话 灵暗的大宅中 被胸掌折磨 致体无完肤的少年 遇见了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 女孩没有介意 她肮脏的模样 对她展开了甜美的笑容 那一瞬 少年的世界 五彩斑斓 所以说 我要趁女主角被庸人母亲带来别墅之前 马上去把那小子走得浑身是伤 对哦 真正的反派 就是够狠 够坏 够作死 并在将主角折磨得体无完肤后 工程身退 于爆炸中潇洒退场 您越是伤害她 便越能凸显出女主角的温柔 让秦宪牢记这抹白月光 推动剧情发展 宿主您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哟 小孩 小王老师叫你如何当坏蛋 听说 你跟老爸告状想吃水果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敢提条件 第一步 无中生有 无 诺 想吃吗 第二步 生东击西 小爷今儿个心情好 赏你如何 哟 怎么连个桃子都戒不住 赶快捡起来 哼 第三步 借刀杀人 嘖嘖嘖真脏 这样即使不打小孩 也能让他符合 出于女主的设定 变得脏兮兮的了 呼完腻了 快去和女主角玩吧 今天家里浴室维护 想洗干净的话 就去花园的喷泉吧 到底有什么 您好 温小柔 八岁 冷酷笑草爱上我 女主角 您也是这个 釜底庸人的孩子吗 A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四话 什么情况啊 怎么没玩在一起 啊 那个 果真 我是今天跟着妈妈 刚到这个别墅来的温小柔 小哥哥也住在这里吗 咦 那太好了 我们以后可以 一起玩 要去找一哥 他为什么跑了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宿主 系统搜材要问 怎么回事 小柔 是不是被讨厌了 嗨 小姑娘 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小柔 是个坏孩子 被小哥哥讨厌了 素素主 您的恶人任务 只针对琴县 千万别误伤 女主角 啊 我也不想啊 手帕 手帕在哪 该怎么办了 诺 用它擦脸吧 猫 不哭了吧 猫猫好可爱 危机解除 大哥哥 你好温柔呀 小柔喜欢你 喜 好好可爱 给它买糖 这什么 修罗场吗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五话 救命 既要保持恶人人设 还不能让女主角被吓到 我该怎么办 哈哈哈哈 情线 你就待着陪小柔玩 哥哥要去帮猫做绝育 告辞 告辞 系统 小说剧情中的 初遇 男女主角一起愉快玩耍 的任务 达成了吗 任务失败 您让我很失望 竟然将男女主角原本命中注定的初恋 变成了搞笑桥段 告辞 在工作初期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失误 所以您需要接受惩罚 扮演不成功的话 还要受罚 冤枉啊 这是我也不知怎么 好痛好痛 有什么东西 在电我 请宿主在被惩罚后 不要心存侥幸 端正任务态度 足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处罚只会更加严厉 望您今后能对半眼 恶毒男配此事 全力以赴 痛 原来电机比起火烧 还要痛啊 几个月前 有大话学习实践考察 哈哈哈哈 喂 王空调 这天太热了 你快打开 吹吹 啪 小爷叫王毅 王空调什么鬼 嘿嘿 你就是中央空调啊 对谁都释放暖气 又对谁都不付出真心的渣男 中央空调 你才是渣男 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 对所有人都好有错嘛 把球还来 嘿嘿 抢不着 喂 不要在大巴车上打闹 很危险的 哦 抱歉啊 班长 等下车后 请你吃饼怎么样 不要生气了 真是的 那 那下不为例哦 有机可趁 兮兮 我是在 做梦吧 快醒醒 求你快醒醒啊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六话 好重 好重啊 无法呼吸 快醒醒 嗯 好痛啊 骚灵系统 你之前是不是电我了 痛得都快没记忆了 骚灵 本系统的名字是骚 我管你叫啥 之前可完全没听说过 剧情出现失误 还得受罚这件事 有什么奇怪的 既然您完成任务 就能获得奖励 那任务失败时 李英也会受到惩罚 可我们这边 相遇剧情都出了问题 后面岂不是全部任务 都要失败 我都要接受电击 这就要看您的努力了 不过 介于此时出问题的人 只有男主角 所以搜可以预知 这个世界的任务积分 为您换购 戴上就可以装扮成 指定角色的神奇假发 辅助您刷爆琴县的好感 还卖这么玄幻的东西 快试试 所以说 现在的任务就是 用这顶假发 变装成女主角 将琴县的好感度刷购 然后等琴县再次 见到女主角时 就不会那么冷漠 可以正常开展青梅竹马路线了 对 哈哈 道理我都懂 但是穿女装 就有点过分了吧 恶毒难配的工作压力 到底多大 没办法 变身道具 只能将您本人 变得同女主角一样 服装还是要自卑的 况且说到底 这都是为了挽回剧情上的偏差 还有 您是我选中的极恶之人 是以一己之力 进行过完美犯罪的天生坏蛋 所以您一定不会因为困难 就放弃用积分来实现 自己肮脏愿望的机会 对吧 放心 如你所说 我就是那个被负着几十条人命的罪犯 把商城里可以调转时间的道具留着 等扮演完足够多 小说世界中的恶毒难配就来兑换 谁会敲我房间的门 一般都会直接进 小哥哥 她是昨天那个女孩 你有什么事 小哥哥 小柔想把妈妈买的零食送给你 能请你不要讨厌小柔吗 快接着啊小魂球 有没有点绅士风度 不行 我不能生气 如果不让女主角和这小子搞好关系的话 为什么 我会被电击致死吧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七话 所以 现在这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不接啊 难不成假发变身功效 根本就是骚凌在捋我 不想要也说句话 求求了 小哥哥 无 谢谢 成功 害我以为漏陷了 那小柔就先回去了 一起 一起吃吧 好爷 万万没想到 系统那不靠谱的 建议 竟然真的奏效了 男主态度软化万岁 来 尝尝 这孩子之前的生活 一直不太好 来这里后 大概也没怎么 吃过零食 呜呜 吃了吃了 味道怎么样 这是我小时候 最喜欢的口味 嗯 你也来 太太贴心了 竟然还会为我考虑 好想紧紧抱住她 但是不行 会崩人设 等等 差点忘了 变装后的我 在帮女主角 温小柔做事 已经不是 恶毒老哥身份了 也就是说 可以用刷好感 当借口 名正言顺的 撸小孩了 呜 好吃 谢谢小哥哥了 嘿嘿脸颊好软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八话 前情提要 王毅已经被秦县 识破身份了 于是 坏蛋王痛定思痛 很下心 当个三官喂狗的反派 小杂种 再叫得好听点 呦 脸红了 张嘴还挺爽嘛 去死吧 这么高没问题吧 得多重点 你努力的方向 是不是错了 真是命硬 真是命硬 哥哥 小县好痛啊 为什么要欺负我 如果小县有做错什么 哥哥就说出来啊 我一定会努力改正的 吃 努力改正 喝 可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真 真的 真的 因为你的存在 本身就是个错误 择日不如撞日 就趁着这个势头 再去找小哥哥 帮女主角刷播好感度 小哥哥 我带了好东西来 今天试试郭家家怎么样 明明刚把我推下天台 却又马上过来陪我 她到底想怎么样 你是爸爸 我是妈妈 算了 反正也看得到 她在想什么 我是爸爸 对 亲爱搭 欢迎回家 您是先吃饭 还是先洗澡 嘿嘿嘿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疼爱她了 郭家家 疼爱是要像 妈妈和那个男人一样 恶心 好恶心 但她似乎很喜欢 想好了吗 亲爱的 都不喜欢的话 那做点别的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先 先亲亲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九话 你 你你你你你 你亲我了 哈利路亚 这孩子终于对女主角产生兴趣了 会撩人 不 别激动 他们现在发展感情线还太早 那 那个 小哥哥 这种事等咱们长大以后再做 好不好 不是不喜欢 是因为太喜欢了 所以才想珍惜嘛 好 嘿嘿 见好就收啊 换真正的小柔 过来接盘 那人家先去趟卫生间 五 小 小哥哥 小柔是来陪你 陪你玩 玩什么来着 忘记了 是一哥逼迫你这么说的吧 少爷没有逼迫小柔 只是他最近好像很苦恼 小柔就想帮忙 难道他只会欺负我一个 小柔 你觉得王一哥是好人吗 小柔不太懂 什么叫做好人呢 那少爷一定是个温柔的人 不 可小柔搞砸了少爷的嘱托 该怎么办啊 的确如一哥所想 是个直率的孩子 没关系 我不会说出去 把他当作咱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吧 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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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好有趣 是啊 我们要在王一哥面前装作好朋友哦 这样一哥就会很开心 也能安心欺负我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话 两年后 温小柔 十岁 女主角同小说中记录的一样 因母亲改嫁离开了家 小哥哥 小哥哥 不要忘记我哦 秦宪 十岁 呵 怎么不舍得了 竟然跟庸人的孩子那么要好 不愧是贱种 王毅 十五岁 我应该和小柔告别的 我应该和小柔告别的 但不能当男女主角间的电灯炮 哼哼 一哥是来惩罚我的吗 但是昨天的伤还没好 哎呀 怎么还红着 明明拜托小柔去送药膏了 不 等等再帮他处理 今天还有任务要完成 小义 小县 兄弟俩都在这儿啊 父亲 王成鹏 王氏集团 总裁 正好直接跟你们说了 我已经派人给小县办理了入学手续 从下周起 你们就能一起去上学了 A 秦宪要上学 对啊 虽然小县之前 被那该死的亲妈关在家里 但是头脑很聪明 入学考试拿了满分 真不愧是我这样陈鹏的儿子 太棒了 弟弟是要去小学部吧 我一定照顾好他 哈哈 小义是听话 爸爸公子的未来 就指望你了 谢谢老爸赏识 那老爸快去忙吧 我再陪一位弟弟 好好好 不准叫我哥 想要我的继承权 门都没有 啊 为了那点财产质余吗 这童年阶段的最后一场任务 怎么这么狗血 一哥每次打人都是软趴趴的 是不是机无力 没有 我没有想抢 哥哥的东西 哦 那你敢 跪下发誓吗 发誓不在学校里交朋友 发誓不在考试时候取得好成绩 发誓永不忤逆我的意思 发誓永远听从我的命令 发誓 你是我的一条狗 快点发火吧 我也不想的 祸 来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一话 祸 来了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以琴县被我欺凌整整两年的积怨程度 他的反抗 一定剧烈到能让我身受重伤 也算对恶行赎罪了 来吧 咬 狠狠地咬 汪 汪汪 汪 啥 汪汪 汪汪 嗯 一哥怎么没反应 我做的还不够 汪 汪汪 汪汪 等等 事情的发展有点不对劲吧 他不是应该生气 愤怒 跳起来捶抱我吗 一哥不说话 难道我理解错了 或许他不是想让我当狗 而是说了反话 对 一哥很喜欢说反话 在看不到他内心的情况下 反着做 说不定才是正确的 秦县 你怎么这么闹肿 是男孩子 就反抗啊 小砸碎 如果把一哥的话反着做 那就是不能反抗对吧 哥 小线 不会反抗的 小线发誓 好好上学 还有 听你的话 谁他么需要你发誓啊 小线会听话的 不是因为我虐待的太过 将这小子的M属性虐 觉醒了吧 不不不 男主角 绝对是个正常人 将来也会顺利成长为冷酷的禁欲系校草 不可能有这种倾向 秦县 你站起来 然后狠狠地咬这里 随便发现咬到出血 不 不 不行 要做相反的事 不行也得行 被咬出血痕 可是这次恶人任务的必要条件 关系到老子被惦击 哦 糟糕 后脑要着地了 嘎 嘶 好痛 没有摔伤吧 小义啊 一会陪妈妈去商场 再买两件衣服 王义 啊 妈 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兔崽子 赶紧给老娘滚出来 兔崽子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二话 宿主 原著中的这段童年阴影 剧情十分重要 将秦县五感封闭起来 虐待只是个开始 最重要的还是在他暴动 撕咬宁时 被王母撞见的桥段 王义 你怎么流血了 如此就能顺理成章地被告知 王家史上最大的丑闻 以后可千万别再受伤了 要是严重到需要书写的地步 不是王家孩子的 这个秘密就要曝光了 你其实并不是王父的 亲生儿子 纳尼 啊 小孩太不按常理出牌 导致我没能在妈妈破门而入前 搞出伤口 得把剧情远回来 妈您别生气了 这都是误会 我只是欺负秦县而已 兴趣向没问题 也不是变态 放心王家不会绝后的 绝什么后 本来就不是王家的种 能绝什么后 妈 剧情这不就来了 您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不是王家的种 算了 小义也长大了 就跟你实话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你别吓我啊 快说快说 任务完成后 我还得看小孩去呢 匆忙中塞的小孩 不确定有没有官好 你啊 其实是我和别的男人生下的孩子 所以 秦县说不定才是 王家真正的公子 之所以当初 王成鹏没有起疑 多亏我花钱 买通了医生 伪造了亲子鉴定 如果小义 你还想继续留在王室 享受着优渥的生活 那就闭上嘴 用尽一切办法 彻底将那孩子 变成 你的附属品 呵呵 哈哈哈哈 谁管他 说得倒是简单 但原著中 之后七年的剧情 可是被一笔带过了 这就证明 恶毒男配 不可以折腾出什么水花 所以我还是夹着尾巴 做人比较好 别又搞出什么 见鬼的蝴蝶效应 不过 小孩现在怎么样了 有好好的待在柜子里 增加心理阴影面积吗 他看起来很难受 果真是个人 就受不了小黑乌这种 孤独无助 又不知自己什么时候 才会被放出来的恐惧感 哥 呃 哥 不行 不能回应他 要是在这里出生 任务就功亏一篑了 哥 是你吗 哥 我好难受 小县知错了 求你 放我出来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三话 一小时前 我被关起来了 因为没能弄懂 一哥的意思 所以 害他被姬母叫走 姬母好像很生气 兔崽子 赶紧给老娘滚出来 小县 又做错了事情 要不是因为你这脱油瓶 我的人生 怎么会一团糟 果真 一哥说得对 我的出生 就是场错误 因为你的存在 本身就是个错误 才不是什么错误 小县是世界上最乖的小孩 长大后 一定能成为我的救世主 多亏有你 我才有挽回朋友们的可能 一哥的救世主 不 一哥虽然总是嘴上不饶人 但心里 从来不会看不起我 他为了对我好 甚至要被电击 但我却 辜负了他的期待 一哥要被姬母打吗 一哥会失望吗 一哥到底在想什么 一哥 快回来吧 小县不怕被一哥打 一哥 一哥不会 不要我了吧 开门声 一哥回来了 他一定会像往常那样 把我放出去吧 然后 我就又能看到 一哥那温柔的内心 为什么 难道不是一哥 哥哥 嗯 是他 哥 是你吗 哥 我好难受 小县知错了 求你 放我出来啊 对不起 熬过这段未来的你 做什么 我都不反抗 哥 只要放我出去 今后 什么都依你 但若是对我视而不见 那就别怪我 再也不会满足您的 任何期许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四话 叽叽 叮 恭喜宿主 秦县的恐惧症任务 圆满达成 担心的一晚上没睡 完成了 也就是说 我终于能将 关了一晚上的小孩 放出来了 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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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她的皮肤好冰 喂 醒醒啊 求求了 差不多快一天没吃饭喝水 真的要被摧残坏了 不 真没出息 怎么才关了这么一会就变成这样 哥 对了 水 别真死了 赶快喝水 快喝啊 然后带你去洗澡 呃 怎么闹脾气 明明嘴唇干成这样还不喝水 心疼死了 喂 你那么想死吗 都要脱水了还哭 咕嘟咕嘟 咳咳咳 咳咳咳咳 啊 这下总归是彻底刷爆了恶感 经此一意 这小子就算再甜 也不会傻到靠近我了 也好 接下来的七年时间 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王家恶少这个角色的描写 所以我也不需要完成什么任务 不如在主线剧情开始前 避开琴线走 还他安稳的生活吧 只要不和他接触 就不用欺负他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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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逃走的 嗯 小线今后会很听话 哥哥不要再关着小线了 该轮到我来 求尽你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五话 喵 喵喵 嗯 是分了点罐头给你 但以身相许就不必了 不是一个世界的猫 是没有好结果的 宿主 您在干什么 看书 还能干什么 原生可是个高中生 我得学习 可宿主 您完全可以兑换 喝了就能掌握知识的药水 直接开挂走上人生巅峰啊 呵呵 想骗我 花光任务 积分白打工 你个小猫咪啊 坏的狠 没man 放心 主线剧情没开始的这几年 咱一定夹着尾巴做人 好好学习天天想上 当个快乐肥宅 哈哈哈哈 宿主 您的精神没问题吗 明明穿越成了二十组 却不享受交友泡巴玩女人 一心只想学习 不可以 倒也不是 只不过宿还以为 你是会更喜欢出门和朋友们玩耍的那类人 呵呵 猜得很准 但你刚刚也说过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 要是不小心留下了什么不该留的感情 那才真是太可怕了 咚咚咚 吴 男主角好像放学了 宿主 您不开门吗 不开 如果现在和秦县见面 就又要为了保持人设去欺负他了 我想休假 哦 但是 有点吵吧 吵死了 你在干什么 还想挨揍 哥 今天我上学了 打扰小爷就是为了说这个 不饿 我会努力锻炼身体 也会一直考满分 啊 然后 长得和一格一样高 就不会再被你欺负了 再见 他 这是在干啥 难道已经觉醒了 男主一时 终于开始拒绝欺负了 挑衅我 完成任务有望 可喜可贺 次日 哥啊 今天 不小心 没能打满分 请哥哥 惩罚我 这货 怕不是有什么大病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六话 哥哥 请惩罚我 喜欢被别人惩罚 不喜欢 还好还好 但是 在你身边 就一定会被欺负 所以 可以忍耐 只是因为 想见面 呃 知道会被欺负 还赖 滚 别来烦我 真是病得不轻 给他逃掉了 这本书 似乎是被班里 女同学塞过来的 说什么 里面角色很像我 秦宪 你长得好帅啊 像男主角一样 啊 原来所谓的男主角 就是这种东西啊 第二天 哥啊 给你 早上去摘的 为啥要送我花 没有为什么 只是一哥和花朵 很般配 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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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么吃错药了吧 讽刺我像花朵一样娇弱 邪门 真尼玛邪门 这孩子最近出现的频率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就像 很黏我似的 然而 对不起了 哥 手工课上做的娃娃 送给你 我永远也无法给予勤献 他想要的温柔 哥 小学毕业典礼 你能来吗 不光是世界不同的缘故 哥 初中的题目有些困难 能给我讲讲吗 还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一定得完成 那就是与系统签订契约的初中 娜娜下不为例哦 真是的 希希 物归原主 黑 攒够积分 换取可以时间回溯的道具 你们 班长 小心头顶 将那些 因我而死的同学们 全部就回来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七话 时光如水 岁月如歌 王大少何出此言啊 收刺机了 没 只是感慨一下 这大学竟然都快上完了 距离冷酷校草 爱上我童年阶段的最后一次任务 已经过了七年 在这七年里 我想方设法地避开同情线碰面的情况 也放强 也放弃了曾经的专专业 同小说中创作的那样 考进了经济学院校 坑爹呢吧 一个恶毒男配 学历那么高 干嘛 正巧相反 正巧相反 宿主 通常情况下 恶人角色反而会是整部作品中 头脑最灵光的人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为了让读者产生疏离感 这类恶意一般都被设定成 身居高位或家财万贯的心机之人 他们有权有势 却又刚愎自用 只想着给主角找麻烦 所以最终才会被打倒 除掉读者们心中的这口恶气吧 是啊 所以不是所有恶人担当 都能制造出大决战前突然降至 或者反派死于话多这种戏剧感 甘心将自己的一生 化为男女主角前行道路上的垫脚石 所以 为了小说世界正常运行 你一定要坚守本分 代替原有的恶人角色 促成精彩的故事结局 那还真是身兼重任啊 不过咱听明白了 只要故事越精彩 结束世界后 我能拿到的任务积分 就会越多是吧 嗯 所以咱们不能安逸下去了 要为即将出现的主线剧情 做好充足准备 哎 你们看那边 好帅啊 门口的人怎么这么多 是新来的小学弟吗 不知道 问也不答话 勾冷得很 怎难道是来学校拍戏的明星 帅哥 你是哪个学校的 别不说话吗 秦县 十七岁 高二学生 哥 嗯 大意了 错过最佳逃跑时机 抱歉啊 各位同学 我弟有些怕生 还请大家不要这么热情 咦 小鲜肉是望二大少的弟弟 骨科赛高 哇 兄弟俩不同类型的帅人 别花痴 口水都流出来了 乖 弟弟来了 真会给我添麻烦 借一步说话吧 好 都听义哥的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八话 怎么突然跑来我学校了 还有你的校服呢 今天放学早 想着要和义哥一起回家 就没穿 不行吗 才不想跟不遵守校园规范的 坏小孩一起回家 长大后 真是一点都不可爱了 曾经 明明是个会用闪亮亮大眼睛 盯着我的小动物 没事 就赶快滚 小爷晚上约了朋友泡巴 泡 爸 是啊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别去了 回家 我穿校服给你看 哇 脑子没问题吧 谁会想看大男人穿校服 什么情况 这小子的力气这么大的吗 不过 似乎从他开始长高起 他就好像 不怕被我欺负了 但恶毒男配人设 不能崩 小杂种 反了你了 我踩 虽然现在不像从前有力量优势 但侮辱性的动作还是手到擒来 援助中的那个冷酷笑草 一定会受不了被这样对待 丢下我离开 别闹 秦县 秦县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是你在干什么 一哥总是 口是心非 系统救我 溜了 溜了 这就是望二一内心中总提到的系统吧 因为有他的存在 所以一哥才要装成坏人 去实行什么让我喜欢上女主角的计划 喵喵 可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恶毒男配 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不是身受重伤 就是出国 或疯了 我该 怎么办啊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十九话 男主角 怎么越来越邪乎了 好强的威压 是啊 身体素质开挂了吧 直接抓着我的腿提起来 听说脑子也很好使 回回考满分 讲真 骚凌你们员工成天面对这种开挂选手 真的能完成任务吗 无 扮演恶人得积分 奖励丰厚 困难点也很正常 但通关方式因人而异 曾有个传说中的扮演者 创造了没有借助任何道具 百分百完成任务的神话呢 百分百 那样的人 也有欲望啊 最后把什么道具 带回自己的世界了 无 这点倒是众说分坛呢 B过了太久 不要给自家猫猫喂冰淇淋 传闻他换取了能看透人心的能力后 成为了自己时代中的佼佼者 但也有爱间的小道消息说 回到原本世界的他反倒是被这项能力逼疯了 最后落得自毁原神 魂魄散落在世间的下场 这么惨 看来金手指这东西 果真会腐蚀人心 但我就不一样了 都不用金手指 只要能去个夜店 我就已经快乐得不得了 悠喝 王少 怎么突然转性跑来这种地方了 稀客啊 庄强 庄家二世祖 呵呵 哪来的什么转性不转性 只不过听说店里来了些不错的姑娘 想消遣消遣罢了 呵 那感情好 不如多叫点陪酒来 让哥几个开心开心 王大嫂觉得呢 完真的 强歌威武 那当然了 成啊 毕竟来这种不甘不敬的地方 我也是带着任务的 在就快发生的主线剧情中 女主角温小柔转学后 将以适应生的身份 在这家店里打工 并因恶毒难配的刁难 与成年琴县机缘巧合下 上演英雄救美大戏 久久 老子身上了 得在故事上眼前 把这地方混熟 抱歉 打扰一下 贵客们点的特殊服务到了 哦 嘿嘿 王少 我悄悄跟你说啊 嗯 快进来 他们这儿有个和别的店 不太一样的地方 不光有陪酒女郎 还有为了满足 特殊癖好客人的 陪酒少爷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话 各位慢慢选 那个少爷 长得有点像你弟弟啊 可 是啊 真没想到 还能碰上这么香香的人 哪里是有点像 根本就是秦县本尊好不好 赶快举报 非法偿索 王大爷很讨厌 那个私生子弟弟吧 哥帮你用这小少爷出出气 卧槽 那小少爷可是老子的命根子 你敢对他动手试试 不必了 小爷更喜欢自食其力 尤其是对我那时 该死的弟弟 老板 黑发高个的少爷爷要了 是 阿现 你快去服侍王二少爷 第一天工作 就傍上个大主顾 可得抓紧了 王二少爷 我来帮你倒酒 哈哈哈哈 不愧是王少 玩的段位都跟我们这群俗人不一样 这里的小姐都很开放 大家可以尽情享受 妈的 真要集体在包间里伤风败俗吗 但大家都开始了 我要是不合群 会很奇怪吧 尤其还有这小子 虽然旁人不觉得 王二加二少爷 会神经病到跑来这种地方当小官 但要是真被发现身份 这剧情 可就又要往无法挽回的方向发展了 我还真 臭小子 没事跑到这里来干嘛 王二少爷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装 接着装 秦县 你是不是又欠教育 真丢脸 像极了你那不检点的妈 哥 你就是为了来这种地方 才不陪我回家的 秦县 你脑子没病吧 就因为不带你泡吧 所以直接跑过来当适应生了 是啊 既然哥哥不想陪我 那就只能 我来陪哥哥了 秦县 你不会真以为 我不敢对你分 做些什么吧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是一话 七 小爷怎么可能对脏鸭子感兴趣 况且还长了张令人讨厌的脸 真是为我倒酒 都嫌脏 玩了这种美少年被红酒染湿的感觉 怎么有点爽 奇怪的大门不要打开啊 客人教训的是 那么请问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 这小子玩角色扮演玩上瘾了吗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没人在意我们了 好 趁现在 哼 赶快洗干净 别丢王家的脸 不是哥哥把我搞成这样的吗 那是因为你在搞事 神经病吗 拼着被人认出来退学的危险 也要给我找不痛快 省点心去走剧情啊 找不痛快的人明明也是你 抱歉我知道你也不想的 可我快要撑不住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二话 小易 小易啊 你怎么都不会笑呢 人在觉得开心时都是要笑的 书上说人是群居动物 看 就像这样 一旦不能融入集体 或许就会被社会淘汰 我 想不明白 啊 想不明白 为什么秦县会说自己要撑不住了 抱歉 可他要是撑不住 我岂不是直接玩弹球 宿主您还好吧 疯了 我不好 骚灵你给我的圆珠故事真的靠谱吗 总觉得秦县来找茬的频率越来越高 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 对哥哥根本不闻不问 当然靠谱 但 不知为何本系统最近眼皮也一直在跳 不祥的预感 猫的眼皮也会跳吗 哎 不论如何 都得先弄清楚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笨 从变装开始 王毅 一次性喷发剂 口罩 校服 仿佛觉得再干几年 就能去帮祖国当间谍了 别评了 学校是最容易打探出男主角近况的地方 请善用 喵喵 总之 宿主您加油 我去躲躲 哎 反派都是 孤独的 嘈杂的教室走廊 哼哼 还好我年纪不太大 勉强能装个高中生 喂 刚刚校草进门时 好像看到我了 嘻嘻 瞎说 她看的明显是旁边的莉莉 莉莉 难道指的是书中的女配角陈丽 秦同学 陈丽 陈丽 陈氏集团总裁千金 我的心法卡好看吗 恩 校草和校花果真是一对呀 好 好你的情线 真是给哥哥长脸 在女主角马上要回来的关键时刻 跟女配角搞在一起了 真的我就觉得你会喜欢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三话 所以说 秦县和陈丽的关系 很要好 恩 校花校草吗 当然熟悉 哪有 秦男神冷酷得很 只是陈丽总缠着他 才会偶尔说句话 冷酷 对啊 那冷冰冰的模样 格外让人心动吧 对对 幻想着哪天他会对我露出笑容 然后对我说你是特别的 哈哈 那么夸张吗 还好男主角的人设没崩 好 都挺一哥的 可不能让你们看到家里的小人 嗯 极美很面生呢 也是校草的后援团 啊 我不 别害羞嘛 秦学长 篮球打得好 难分也不少 看 他来了 篮球比赛要开始了 请围观的同学在观赛区做好 秦县 秦学长看这里 欧索 好帅呀 那傻 我该走了 走什么走 不想看校草的英姿吗 这有什么好看的 哪有他眼泪汪汪的叫哥哥香 不对 运动量很大的话 就算秦县也会 变得乱七八糟吧 嘿嘿 痛苦喘息的湿搭搭模样 变那样好像还挺可爱的 篮球真是个好运动 呀 秦县加油啊 秦学长最棒 好帅呀 啊 哎 怎么了 班长 你还好吧 振作一别 是 我的 错 别怕 我一定会把你们都带出去的 撑住啊 那时我的内心无比冷静 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 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B 检测到恶人基因 这场事故 是您造成的吗 先利用合金行李箱保护自己 再用开玩笑式的方式制造车祸 很厉害的 杀人犯吗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24话 44比34 啊 好帅啊 能看秦学长打球 真是太幸福了 吉美 你怎么没精神 中暑了 无 是有点 对了 秦县出了好多汗 容易感冒 你们能帮我 送条毛巾给他吗 可恶 输在贤会上了 那个 秦学长 秦学长今天球打得超好 这是卫问品毛巾 请您收下 真是太酷了 哈哈 我们秦哥可同来不收卫问品 学妹们还不如送我 他 接了 这条毛巾谁给你们的 怎么了秦公子 看你今天总是东张西望 没什么 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没做 先不回班级了 是被夹住了吗 我帮你出来了 管 看来今天跟踪我的人是一个 我现在自顾不暇 不能维持人设 哥哥不开心 呵呵 你是受虐狂吗 明明只要碰到我就会被恶意对待 却还总是扑上来 一哥很温柔 哈 你见过 喜欢看人露出痛苦难耐神情的温柔之人 你见过 害死朋友自己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温柔的人 清醒吧 我不值得被任何人 温柔已在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五话 夜宴高级娱乐会所 啊 琴县都成年了 我却还没搞清楚 他为什么总缠着我 哎呀 王少 为什么今天兴致不高 哦 没 只是想着 会不会有好看的小姑娘来一起玩 也对 之前的陪酒都看腻了 新陪酒不知道有没有 但新接代一定有 根据系统提供的剧情 琴县今天会被同学们邀请来夜店疯狂 但他洁身自好 不但什么愉悦之事都没做 甚至还在偶然路过时 英雄救美为补贴家用 来店里当适应生的 女主角 温小柔 而身为恶毒男配 需要做的 就是先让小柔失手弄脏我的裤子 再以此为借口 让他陪酒 随后被碰巧出现的琴县暴揍 最终身负重伤 躺进医院就完工了 很好 很简单 王少 你要不要再吃点啥 啊 我要红丝柔蛋糕 黑森林蛋糕 后芝士和柠檬水 这 这么喜欢甜食 贵宾 您好 来了 不愧是女主角 您的订单到了 温小柔 十八岁 长大了呀 悠着小悠 长得挺俊 谢谢 裹大了 上大学了吗 要不要坐下 陪哥哥聊聊天 喝杯酒 那啥 强哥 他好像只是个接待 不做陪酒的 哈 不是陪酒 又怎样 也就喜欢这个款 糟了 得先把它救下来 哦 还用的这 本少直说吗 本少 看上他了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26话 哦 原来是这样 也还是王少玩的也 稳住了 用这种轻挑的态度 也会被小柔 当成来玩的傻 X二十组吧 接下来 只要保证 小柔的安全 既然王少开口 那小姑娘 今天就好好 伺候她吧 再让她把蛋糕 扣在我的裤子上就 行了 搞什么 这位置太离谱了吧 故意的吗 对对不起 我帮您擦干 别动 我自己来 让你上手 还了的 非常抱歉客人 我马上去询问经理 赠送陪菜 并将您们包箱免单 惊扰到贵客 美好的休息时间 真是万分抱歉 店里还提供烘干机 请您随我来 等等 原住中的温小柔 原在经历这段剧情时 啊 那个 现在这无懈可击的公关回答 是什么 不是慌张的 完全说不出话吗 您哪位 不行 为了剧情顺利 只能强行使用 无良富二代人设 走 去找你们老板 那个刚刚就在说 要找经理 闭嘴 你今天让我出丑 拿什么来赔 还好玩裤子弟的人设 就是蛮不讲理 嗯 如果免单还不够的话 送您招会员卡可以吗 哥 充五零零零的那种 谁稀罕你那点臭钱 你们在做什么 救星来了 秦县你为什么在这里 算了不管你小子 怎么回事 赶快给老子滚蛋 女主角 难道是温小柔 听到没有 看见你就烦 我现在要教训教训这丫头 快来制止我 Great 很好 今天琴线没抽风 一切正常 怎么搞的 是我刚刚不小心 吴将柠檬水洒上去了 柠檬水 放心 不含酒精 只是有点凉 冰的 你过来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七话 你过来 干嘛 向英雄救美 没门 不是 得看看你有没有事 那里 小心那里被洞废掉 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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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神经病啊 老子身体好得很 再不管 小心把你是恶心的私生子 这是天满学校 快打我 快打我 打完咱们都解放 哥哥 惹我生气是没用的 怎么还不长记性 要不咱们比比 保持这个动作 看谁先受不了躲开 怎么回事 这这 这又是什么 新型操作套路 花里胡哨的烦死了 快打我 放 放开 现在不躲的话 我们就要碰在一起了吧 言情小说中的 两个男人 亲上算什么事 糟了 踩到什么东西了 A 琴县是不想害我 一起摔倒 才放开我的吗 身后有个脚柜啊 你个傻蛋 不行 千方不能让他受伤 哥 客人您还好吗 你受伤了 五 我 没 是 A 这是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好好 对不起 她 故意垫在了我身下 我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马上就到医院 停入 五 没事 原本要受伤的人 就应该是我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八话 恶毒男配 恶少王毅 是 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中的前妻大反派 而促使他在小说剧情中 逐渐退场的导火索 兔崽子 你想杀了你哥吗 就是这次打架事件衍生出的全面检查 给小义做全面检查 一向都不能遗漏 检查 评价报告 姓名 王毅 身高 178cm 血型 I不行 左右掩饰力 5.0 听力 正常 废功能 良好 王毅的血型和我们对不上 说 他是从哪来的野种 对 对不起 还有脸说对不起 你个不检点的女人 赶紧带着那野种滚 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 呜呜 小县啊 从现在起 你就是王家的大公子 我王成鹏的继承人 现实 秦县 你这兔崽子 是想杀了你哥吗 就算小义没有生命危险 也要给他做全面检查 一向都不能遗漏 为什么 还是会变成这样 明明是为了改变 他被我暴力相待的命运 才没有遵守一哥的想法 做事 但结果 似乎变得更糟了 秦县 秦县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好啊 你个低贱的私生子 翅膀硬了 以为没了王毅 就能继承王家吗 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想碰王家财产的意思 但前提是 父亲没有发现一哥的 真实身份 你什么意思 警告你啊 别瞎说 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 如果医生给一哥 做了太多不该做的化验 说不定就会查出些 不该让父亲知道的东西 哈哈 能有什么不该知道的东西 不过我还有事要先走了 糟糕 得赶快叫停 容易起疑的检查项目 等回来再收拾你 这样 就行了吧 一哥抱歉了 就算你为这次任务付出了很多 就等着被逐出家门 我也绝对不想 哎呦哎呦 让你离开 哥 你怎么起来了 哥 帅哥 你认错人了吗 我是哪 我不是在和同学们一起准备实践考察吗 刚刚才上大巴车啊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二十九话 这是哪 我不是在和同学们一起准备实践考察吗 刚刚才上大巴车啊 你 在说什么 哎 痛痛痛 我这是撞到头了 莫菲考察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 现在在医院 内心骗不了人 他没有演戏 难道因为头部撞击引发了逆行性遗忘 记不得曾经的事了 逆行性遗忘 只回忆不起在疾病发生前某一阶段的事 如果外力击打成因不严重 会随时间恢复 你没在大巴车上 反倒是倒在了娱乐会所里 是我把你送来医院的 帅哥救了我 谢谢啊 为什么会倒在夜店啊 太不科学了 吴虽然还搞不太清现在的状况 但您能借我下手机 跟家里报个平安吗 嘿 谢了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明后再拨 哎 老妈的号码怎么是空的 试试老爸的 喂 爸 啊 抱歉 打错了 喂 帅哥 能拜托你 再收留我一阵子吗 他在说什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好像是一名穿越者 他竟然自己把此时的遭遇 圆上了 啊 这种诡异的情形 只可能是整骨或穿越了吧 但我爸妈不可能开这么无聊的玩笑 所以只剩穿越 不 你还落下了诗意 总之 先陪他演下去吧 穿越电视剧里演的那种 对啊 否则还能怎么解释 这样啊 那我相信你吧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吧 要来我家住吗 哇 真是帮大忙了 你是个大好人耶 失忆后的一个似乎丧失了敌意 放心住院费会孩的 等伤好后就去打工 不记得他的任务 不用 也不再伪装成别人的模样 我也有事想拜托你 终于全虚全伪的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接下来的几日 王父王母都因秦县的有意为之 忙于应酬没来病房 秦县出租屋 咦 禁欲系装修啊 秦同学那么帅 竟然没有交往中的女朋友 没有 所以才会 带你回来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话 所以才会 带你回来 那还真的感激一下 收留之恩 不用谢 我也需要你帮忙 哦 帮什么 这 这这 这是啥 可 还记得 我叫过你哥吗 嗯 怎么有点熟悉 他 戴过这顶假发 然后我就有反应了 神 什么 你对你哥哥抱有那种想法 不 我是对女装后的他 才有那种想法 假的 一哥的恶毒男配身份 如果同男主角 有暧昧举动 说不定会受到惩罚 扮演成女主角 才最稳妥 王毅 你和他长得很像 所以应该也可以 等等 兄弟是想让我打扮成女人来满足猎奇需求 您说过要报答吧 这个就行 请放心 不会做得太过分 也不是不行 哎 实话说了吧 其实我这人也有点奇怪 好像天生对一些事情有理解偏差 不一定能完成你的期望 所以 只能试试 怎么样 可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可以 真的吗 能帮上忙太好了 只是假发就行了 原来真实的一哥是这样的 内心和言语统一了 好可爱 需不需要别的 那 能换一条裤子吗 这样 呀 还真没穿过这种东西 有点冷嗖嗖的 嗯 很好看 你 你做什么 别担心 我说过 不会对你很过分 踩吧 哇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一话 踩吧 踩什么 踩你 嗯 这就是我不能告人的秘密 怎么样 我是个喜欢上哥哥的变态 挺变态吧 啊 老天 我真是公平的 在冷酷帅气的校草 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我为什么会认为 秦县是个冷酷校草 那啥 虽然之前说会努力帮忙 但可以的话 我不太想做出 比较暴力的行为 嗯 这是他的真心话 为什么 不是说过吗 我对一些事情的认知 和别人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 就是小时候 与朋友们看到野猫尸体时 比起生命流逝的 唏嘘 我反而会对 有人脸上扭曲的神情 感到好奇 还会一直着看 当然 长大后 明白的多了 就不会这么失礼了 就是有些小癖好 还改不掉 所以就算是为了玩 也不想太过激 要努力做个正常人 他绝对有S形象吧 明白 那就不勉强了 还好 我也不是真有这方面爱好 那就先让我 抱一会儿吧 咦 好像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男人 用这种方式拥抱 有点奇怪 是啊 这似乎是从小到大 哥哥第一次回应 我的拥抱 如果我们之间 不存在什么世界隔阂 如果一哥不需要 完成那些该死的任务 早啊 那么我和一哥 家里没菜了 晚上记得买哦 我去上学了 好 是不是就能一直这样 永远幸福下去 同学们 今天咱们搬多了一位新伙伴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转校升温小柔 哇 今后想同大家一起愉快学习 请多指教 是可爱型的妹子爷 有种治愈感 嗯 让我看看 温同学就坐在秦县同学旁边吧 好 什么 转校升也太好运了 竟然和校草同桌 莉莉你别生气 她美你漂亮 秦同学我们又见面了 谢谢你帮小柔保密打工的事 嗯 秦同学 一哥他还好吗 那天一哥好像伤得很重 我想去看看他 不行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二话 所以说 您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您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在马上完成快川任务时 把自己摔失忆了的蠢货 好好说话不带人身攻击的 会说话的猫不可能是在整骨吧 所以我其实不是穿越 而是在完成小说世界中的任务 嗯 贼诡异 原本您应该跟随剧情 在医院的全面检查中被王夫发现血型不符 从而东窗事发逐出家门 但却不知为何不但没被人揭穿血缘造假 甚至还莫名其妙地跟男主角同居了 嗯 我要是不顺理成章地完成这最后一次任务 就无法脱离这里 去下一个世界 对 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中恶毒男配王毅是前期反派 在男女主角再次相见后便会退场 再也没出现过 完成全部任务才能无痛脱离 否则就算不想要余下的任务积分 也只能用死亡的方式切换世界 等我先消化一下 一次性摄入这么多信息得缓缓 请便 太离谱了 明明感觉上一秒还在和同学们说笑 怎么下一秒就经历了穿越和快穿的连环打击 等等 男主角秦宪是不是还说过 他对穿女装的哥哥有感觉 然后我就有反应了 原来是说给我听的吗 本尊回来了 哎呀 你回来了 快看家里进了纸猫 对对对 人家只是一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小猫咪 总之就是能出卖的都出卖了 他盯着我做什么 快装不下去了 如果你想完成任务 从这个世界离开 我也可以帮忙 他在说什么 难道是友军 放心 我并不是怪物或穿越者 只是有着能看到他人想法的能力而已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要完成任务 并且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是 保证故事的精彩程度吧 是是啊 连这个都知道 嗯 但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因为 我对女主角没有欲望 为什么没有欲望 不应该啊 之前有跟一哥解释 我只对穿女装的男人有兴趣 所以很明显 就算想强行与女主角互动 也无法演绎出你们需要的脸红心跳剧情 别看这边了 救命 那怎么办 你只能放弃这个世界自杀脱离了吗 不要第一个世界就失败啊 会被扣杂派的 不对 事情已经超过我的理解范畴了 现在根本不能相信任何人 救命 我不是疯了吧 感觉疯了 还能解释一些 你没疯 需要的话 我可以完全附属出你内心所有的想法 我信我信 您刚刚说的帮忙是指 毕竟 哥哥有着一顶可以扮演女主角的假发 如果他能穿女装同我演绎接下来的剧情 那我大概也可以兴奋起来 等所有故事结束后 再帮忙将王毅不是王家孩子 的消息告知父亲 便能将问题全部解决吧 可这么做 你又能拿到什么好处 虽然失忆了 但从恶毒男配身份来看 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不可能好到 为我无偿付出吧 嗯 不是无偿的 正因为曾经的你非常差劲 所以我才想要 得到哥哥真正的温柔 啊 原本不打算说这些的 那天一哥好像伤得很重 我想去看看他 但现在 没有别的办法了 哥哥 只能是我的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三话 在主线剧情之外的地方 被搜允许了 O.C 虽然总觉得此事有蹊跷 但这只猫实在太磨人了 答应他 答应他 可以不惩罚你的帮人设行为 但答应他 都是积分呀 赤裸裸的积分呀 卖身也要得到的积分呀 卖身什么鬼 我现在脑子很乱 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 根本没印象 想用积分换什么愿望 可你也很清楚 自己会在怎样危机的情况下 才能答应有如此诡异的任务契约吧 需要搜告知您原因吗 哥 过来吃饭吧 哦 好 这小子之前还有模有样的装作陌生人 现在倒是开始叫哥了 是啊 还是更喜欢这个称呼 你又读我心 不能读 反应有趣 也不是不能 吃饭的时候读心好像挺方便 无谋谋 一哥总是很奇怪 正常人只会觉得 时刻被人看透内心的感觉 很恶心吧 我是不是正常人 用不着喜欢女装的变态来提醒 我才不喜欢女装 不过 一哥同我果真是绝配呢 年轻人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你老哥 会讨厌 啊 讨厌倒不至于 但可能也不会 喜欢 别爱我没结果 呵呵 那就足够了 比起一次又一次 一哥在内心 重骂我的噩梦 情况要好太多了 行了行了 反正只是女装 答应你完成任务就是了 不知道该不该庆幸哥哥 也同我一样 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呢 向系统妥协扮演女主角完成任务中 别赞啊 这种东西私下里穿穿还好 光天化日的我跟大男人太违和了 没事的 外人眼中的您就是温小柔本尊 请不要吝啬精湛演技 那速战速决吧 嗯嗯 接下来的剧情很简单 温小柔被女配角陈丽欺负 推进水池 碰巧被路过的男主角秦县遇到 于是湿漉漉的她被秦县带回家洗澡换衣 上演阴差阳错的暧昧戏码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虽然还是搞不太懂状况 但论演戏人家是专业的 Let us go 撞到我了都不知道要道歉吗 陈丽冷酷笑草爱上我 女配角 我没有撞到您吧 哈 还敢狡辩 别以为同情笑草走得近 本小姐就不敢对付你 对对 这种乡霸佬怎么有脸勾搭情笑草 哦 那您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您消气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四话 那您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您消气 你 你 轮不到你来反问我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本小姐今天不教训教训 等等 是不是该到她把我推进水池的阶段了 可这力气也太小了 假帅没问题吗 贱人 陈丽 来 照着这里推 用最大力气也没关系 神 什么 这该死的女人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有魅力 脑子坏掉了吧 谁稀罕推你 没事 请你尽情发泄 我也没问题的 松手啊 耍流氓了 机会 哦 是 是你让我推的啊 不怪我们的 走 快走 真狼狈 这是你个男主角该说的话吗 给我演起来 秦同学 嗯 能读心好方便 被人欺负了吗 有没有受伤 别说 他这样冷着张脸 对人好的模样 真有点撩 他夸我 那 谢谢你了 呜 好凉呀 呜 可 男人穿这种内衣 别有一番风味 我家就在附近 来换件衣服吧 可以吗 哼 装得那么绅士 看到老子女装 失身 配小情毒 要爆炸了吧 可以 他不会也能堵我心吧 有热水 可以洗个澡 哦 好 谢谢你 一切顺利 接下来的戏份 就是那个了吧 被送衣服 误入浴室的男主角 不小心看到身体的戏码 太俗了 太俗了 都21世纪了 怎么还有人 在玩这种梗 不过 我们都是男人 互相看一下 也不算神 莫吧 你 你干嘛 虚 嗯 继续吧 我看着呢 啊 啊 啊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35话 继续吧 我看着呢 搞什么 就算系统睡着了 你也不能不按剧情走啊 还没到要出场的时候 看来哥哥还没明白 自己最该做的是什么 系统不在时 要考虑的根本不是 能否按剧情走 而是如何能让故事 更加精彩 换句话说 哥哥认为 阴差阳错的坦诚相见 这类戏码 有 直接上肉 精彩吗 确实 虽然一直照着 猫猫给的剧情来演戏 但很难说 这是个好看的故事 但如果按照秦线说的做 秦线改成 男主角 逼迫女主角 在她面前洗澡的话 会相当惊爆吧 那就是变态了吧 你跟男主角 崩坏成这样没问题吗 故事受众跑偏了 出去出去 别把那变态思想 带到正统言情里来 不太好骗啊 还以为半追半救 就能成功 凡事求两遍 几乎都会答应 但她越是妥协 就越会让人得分进去 想要做些更过分的 看看她的底线 华能放松到合作地步 你要干啥玩意儿 下一个任务同床共枕 众所周知 只要女主角来到男主角家 老天就会下雨 下雨了 睡一晚再走吧 园柱中的温小柔害怕打雷 人家好害怕 于是顺理成章 爬上琴线的床 与她产生了懵懂的情愫 很好 剧情复习完毕 挺简单的 但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点危险 嗯 目前情况一切正常 要是知道男主角这么配合 早就该启用这法则 那宋也不打扰你们发挥 晚安 好可怕 装作害怕 装作害怕 你没事吧 怎么 雷声太大了吗 打雷 好可怕 等等 毕哥你坐的位置不太妙 先冷静一下 呜呜不行 秦同学对不起 我控制不住 女孩子真的会怕打雷 怕成这样啊 为什么我熟悉的姑娘 一个比一个强悍 不知道该去淘汰 不关心 还是先让她别扭的这么激烈哦 温小柔 要是害怕和我一起睡也可以 真的 嗯 快饶了我吧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36话 温小柔 要是害怕和我一起睡也可以 真的 谢谢 爷 目标达成 可以睡觉了 嗯 这是什么表情 虽然看起来很痛苦 但似乎比以往任何人都要色 色到 想再欺负一下试试 一哥果真同他说的一样 喜欢看人露出乱七八糟的表情 不 我的控制住 没道理 之前都可以 现在却不行了 怎么可能让你逃掉 柔妹妹 如果还是很害怕 也可以咬我 咬 但不可以太痛 否则我会 叫出声的 不行 如果真的咬下去 奇怪的开关就要打开了 王毅 你好奇怪啊 明明平时没什么表情 但为什么 我忍了那么久 只要我们一难过 你就会很兴奋吧 不能变成变态 不能 哈哈 你的脑子里总是在想这些呢 呜 啊 原来我一直在 全力隐藏的东西 从最开始就已经 暴露在他眼前了 还要更可怜 对不起 明明现在不用欺负你了 我却又做了很过分的事 真的非常抱歉 哟 一哥恢复记忆了 嗯 不算完全恢复 穿越原因还没想起来 但我已经彻彻底底回忆起 自己从前对你有多过分了 请揍我吧 揍到消气为止 都是为了任务 哥哥没必要这样 不不不 就算曾经为了任务 昨晚咬你的时候 明显不太对头 读心的话就该清楚 我忍得多辛苦 要是演变成暴力倾向 该怎么办啊 绝对不要变成人渣 会有这种担忧的人 怎么可能变成人渣 一哥是害怕未来的自己 或许会伤害到什么人吗 嗯 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 小时候的我 甚至连校都不会 有点可爱 这样吧 如果哥哥真想为从前做过的事情赎罪 那么从今以后就换我来 欺负你如何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三十七话 那么从今以后就换我来 欺负你如何 怎 怎么欺负 哥哥可以为了抑制自己 想要施虐的本能 承受惩罚吗 别太过分就行 只是想试试 能不能用类似控制哥哥的办法 来抑制您的施虐冲动 控制我 嗯 即便您出现暴力倾向 我也可以用毒心 提前制止您的行为 这就是哥哥想要的吧 但仅仅如此 仍至标不至本 所以在哥哥犯错后 我也会给予您相应的惩罚 让您身体记住 张着嘴 未经允许不能避上 一旦无法自控 就会受罚这件事 长期进行此类厌恶疗法 虽不能确保一定有效 但应该可以使您 不会再想着折腾我了 就这么简单 但前提是 哥哥必须 完全服从我的命令 哈哈 也就是说 我需要全身心地信任你 不能有任何反抗 只要想施虐的人 习惯听从承受者的命令 做双方都舒适的事 就不会对任何一方产生伤害 当然 难受的话 随时可以终止约定 冒进了吗 算了 哥哥还是当我没说过吧 您或许只是抖S而已 并不真的有暴力倾向 我答应 真到无法自控的时候 就没有挽回余地了 所以即使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 我都想赌 那约定成立 义哥似乎对可能伤害到他人这种事 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对了 秦县 谢谢你不计较 我从前做过的那些蠢事 一直在帮我 如果你也有想要的东西 或者需要帮忙的地方 也可以尽情说给我听 什么都能说 嗯 是啊 只要我能办得到 我想要你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 宿主 宿主 骚灵 怎么这么着急 不会出什么状况了吧 是状况 天大的状况 难道是昨晚的咬人事件暴露了 就该照着剧本演的 下次绝对不能再失误 宿主 宿主 您快看屏幕啊 昨晚的任务积分 翻了整整一倍 一倍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好像也能看到 不清楚 你们昨晚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特别的 哎 没有吧 特别不特别不知道 但该做的 不该做的都做了不少 那个 往常这种积分增长 大概都是什么原因 一般情况下 只有故事越精彩 积分才会越多 一夜之间暴涨比较少见 突然意识到 什么是财富密码 并不想知道啊 但不管怎样宿主您的表现都非常好 SO很开心 下个世界一定为您申请更坏的角色 我特么谢谢您 大可不必 SO 是叫SO吧 咱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哦 接下来的任务啊 我看看哈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38话 嘿嘿嘿小姑娘 来陪搁几个玩玩 滚开 Nice 呜呜 伤得好中好心疼 但战损感真棒呀 今晚就在里面害怕的凤凤吧 温小柔 呜 秦同学 谢谢你的外套 不过忍耐寒冷的模样也很可爱 今天要负起责任 将秦县被我迫害出的幽臂恐惧症之欲 呀 好痛啊 你没事吧 没事 秦同学 你有没有受伤 我帮你看看吧 后背果真都红了 对不起啊秦同学 小柔给你上药 能听到哥哥的心跳声 呲 不别激动 只是 啊 呀 糟了 抹药抹得太旺我 不小心故意碰到他的郁青了 秦 秦县 我不是故意的 还记得 我们的约定啊 记 记得 只要我又欺负你了 就要被你欺负回来 很好 现在听从我的命令 凑过来吻我 哦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第39话 凑过来吻我 喂 我吻你 对 这对哥哥来说 是件难以办到的惩罚吧 难办大发了 咱俩这样不太好吧 虽然对外界而言 的确是名正言顺的男女主角 所以你拒绝 是 诱读心 不 说到就要做到 之所以同意 这听起来很像字母圈玩法的合约 围的就是约束住自己的爪子 那来吧 嗯 冷静一点 就当是为了赚积分 妈的 这可是初问啊 初问 怎么回事 继续亲 惩罚还没结束 只不过咱们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初问还是留到遇到正确的人再说吧 没想到琴线还挺纯情的 但是越这样 就越让人想欺负她 好吧 反正她要求的吻不能停 我完全被胁迫了 她的动作 熟练过头了 完全不像是出本 你有过感情经历吗 没有 和姑娘谈恋爱 不是在坑人家吗 嘿嘿 你就是中央空调啊 对谁都释放暖气 又对谁都不付出真心的渣男 你才是渣男 吃不到葡萄 输葡萄酸 毕竟是个只会对共同表情兴奋的变态 是吧 她是因为内心的费旧感 才会对所有人都好吧 那么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谁 什么意思 给你 哦 谢了 搞什么 说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后 就突然结束剧情 等问她什么意思时也不吭声 这东西挺好喝啊 嗯 女孩子们推荐的 其限 你该不会 看上我了吧 这啥反应 难道猜对了 你竟然才知道了 我表现的有那么严惠 哎 等等 真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嗯哼 秦少 咱们可是兄弟 是罗罗的乱文啊 没有血缘关系 这种时候就别独心了求求 况且还都是男人 性比也对不上 男人与男人的话 即便是新兄弟 也不会生出有遗传病的小孩 重点错了吧 小宝 你这是畸形的爱 小菊肠 这个请你喝 能先去别的地方转转 好哦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话 小宝 你这是畸形的爱 哥哥想要的 不就是畸形的感情吗 我不会被伤害 还能随时满足一哥癖好 咱们相信合适 本就该在一起 请谢你 真的喜欢我吗 不信 哎呀 该怎么说呢 我这人虽然爱好奇葩 但有时候还是挺敏锐的 否则也不能混在正常人堆里 嘻嘻哈哈这么久都没被发现 然而在你身上不知为何 感受不到一丁点 当初被姑娘们告白时的爱恋气氛 仿佛你对我的感情并不包含爱意 只是因为小时候总被兄长欺负 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不是斯德哥尔摩 呜 我也就那么一说 反正觉得有点奇怪 哎 别走啊 等等我 那 那啥 可以给我点考虑时间吗 现在还没从男男骨刻中缓过来 不应该啊 不论怎么想 男主角都不可能喜欢上自己的哥哥吧 嗯 我对一哥的感情恐怕并不是什么以你的恋爱之心 而是想要抓住身边唯一的善意 把他彻彻底底占为己有的 占有欲 所以 不论一哥对我的好 是出于习惯还是伪装 温小柔这人或许还不错 现在都到了要承担起疗拨我心绪的责任之时 嘿嘿 喂 或许我内心比一哥还畸形吧 嘿嘿嘿 嘿嘿嘿 恭喜二位 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剧情已度过大半 积分赚得盆满钵满 相当得劲 哦 棒 那你快把我不是亲生的告诉咱爸 我就可以连夜买票离开这座城市了 哥哥还记得 要回复你可爱的弟弟告白这件事吗 呜呜呜呜 又缩了 非要好到你同意为止 对了 二位有兴趣看评论吗 读者大大们对男女主的玩法都很好评呢 要是被人知道 扎哥相失的原因其实是被男主金屋藏娇 那可太悔三观了 喜欢金屋藏娇这个词 不过也请宿主不要骄傲 因为接下来的剧情 是本部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场 秦县和温小柔的 浪漫修学旅行 要 要告白 那是不是海德再经历一次秦县的死亡凝视 不要啊 本尊的告白都还没想明白呢 不想去的话就算了 稍微欲擒故纵一下吧 真的不用 嗯 嘿嘿 那我就安心在家待着了 正好高中生的旅行也很难混进去 拜 拜 闹脑脾气了 算求犯正事 你干嘛 当然是要跟去了 刚刚的话都是骗人的 秦县单独跑剧情我不放心 只是这回想当个旁观者 不想参与演戏了 择日不如撞日 爷带你度假去 好爷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一话 秦县他们怎么会跑来这种地方休学 也太偏僻了吧 一般不都去看名圣古迹或逛街什么吗 山里也挺好呀 空气清新既能磨练意志 也能放松心情 放松的大概只有你 请下来用自己的肉垫走路 达面 话说回来 宿主您最近跟进剧情的效率极高 是记忆全部恢复了吗 怎么突然这么问 无 只是觉得如果没恢复记忆 以您如此喜欢男主角的心情 应该会对他有所留恋 不想这么快完成任务才对 我喜欢秦县 yes 或许真有那么一点吧 虽然搞不懂为什么 哈哈 这到底失误了吧 考试时神又想大姑娘去了 但如果能有个弟弟 的确希望就是秦县的模样 可惜 留下来陪他与朋友们的生命相比 选择显而易见 只希望我还在的日子里 能将欠着孩子的多少填补回忆些 啊宿主 好像看到女主角了 哪呢哪呢 就是那边了 胡乱走竟然都能碰上感天动地 呼 直接进入剧情啊 接下来应该是 恶毒女配陈丽与温小柔被抽签分配了砍柴任务 但陈丽却将任务全都推给温小柔使她受伤 幸亏秦县及时赶到英雄救美 小柔 带她去包扎 并在随后休学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照 生什么 孝草为何跟那土包子搂搂抱抱 为最终的告白奠定了坚实基础 道理我都懂 但受伤的明明是胳膊 为啥要公主抱 女孩子的浪漫你才不懂 啊 开始了 开始了 七 烦死了 五 但看起来挺好玩的 好玩的话你都干了吧 真是的 原本以为能和秦孝草在一起 没想到却是你个村妞 好吧 看 女主角的情绪一定很低落 马上就会心神不宁在砍柴中扭伤手腕 啊 我怎么觉得她 还挺游刃有余的呢 你 你好厉害 嘿 大概一直在帮家里做杂事的缘故 体力绝对没问题 杂事 竟然要你个女孩子 干体力活 女孩子不可以干体力活吗 那当然 我们必须保持仪态 一直美美的才会被男人喜欢 可小柔觉得 在被男孩子喜欢之前 首先要得到自己的认可才行 我啊 从前也感觉女孩子娇娇弱弱弱的比较好 但有个很温柔的哥哥告诉小柔 女孩子同男孩子一样 不需要别人保护也可以强大起来 呜呜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小柔是累赘呢 别伤心 咱们一起做点让人觉得不是累赘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我要先将考学和未来规划放在第一位 暂时不想被恋爱这种事牵扯经历 等等 你的意思是你其实并不喜欢秦孝草 为什么会喜欢她 神 什么情况 温小柔也没能喜欢上秦线 别问我 你抢了大部分女主的戏 她能喜欢上男主角才怪 我啊 有个一直都很喜欢的初恋 她的名字叫 王毅 What What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二话 她的名字叫 王毅 你们 在聊什么 无 没什么 柴已经批完了 咱们回去吧 她果真也喜欢一哥 一哥身边的虫子太多 该怎么办呢 错觉 救命骚灵 现在怎么办 这段剧情完全崩坏了啊 不管英雄救美还是公主抱都没有 还好你跟来了 女装叫秦线把戏补上就行 不 现在跳出去多没面子 等秦线无计可施的情况再说 秦同学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只是突然觉得有些安心 哇 校草 你会做饭呀 好厉害 虽然 但是 秦线这人也太不靠谱了吧 答应好好跑剧情 转头就忘了 身为一名言情小说男主角 竟然完全不看身边的妹子 完美男人呜呜 那是什么 好像需要古风 甚至连女主角和女配角都不理 靠近了靠近了 就他娘的专注做饭啊 倒是帮小柔烧烧火啊 宿主 你还不上吗 再不去的话可能要帮人设了 贵掉积分的 不行 再等等 秦同学 咱们按人数分范就好了吧 多剩一份 为什么 我不希望有人 饿着肚子 同学们集合了 去山里采风 咦 这不是秦线多做的那份吗 竟然没被瓜分掉 宿主你干嘛 如果是男主角特意留给谁的 怎么办 还能留给谁 啊 不对 要是真的自作多情了 就尴尬了啊 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中的休学旅行 除了让学生分阻牢做外 还举办了山内探险 勤线为保护受伤的温小柔 自然与她同行 但却因之前太过高调的公主抱 令陈丽心生极恨 故意破坏道路上的警示排使三人迷路 深山中的二人无法联络外界 只得环抱取暖等待救援 于是误以为二人命不久矣的秦线便发起告白 小柔有句话我怕现在不说出来 今后就没机会了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少了一人 还有谁没在吗 秦线 秦线同学还没回来 可是秦线却不见了啊 小柔都能参加完探险顺利回来 我就不该寄希望于这该死的剧情能正常运转 骚灵交给你个任务 留在这等秦线的消息 如果回来了立刻通知我 哦 好 但你现在要去做什么 当然是去山里找她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43话 不 根据骚灵提供的地图 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 不过夜里还真冷啊 难怪男女主差点冻死 结局篇章玩得挺大 把表白搞得像生理死别似的 起疯了 一哥 臭小子 你是故意不回去 在这等我呢吧 逼我过来演剧情 哥哥很敏锐呢 可惜并不是 你崴脚了 是啊 不小心踩空 这运动神经也能踩空 别逗了 不会是画上去的吧 顺便怎么有鸟叫声 我只是想将这小家伙 送回家 这是你捡的 嗯 好像是从窝里掉下来的幼崽 但我没爬过树 送它回去时不小心摔了 原来是这样 抱歉误会你了 怎么第一反应就认为它是装的 认知失误了 没事 我也并非有爱心的性格 只是觉得如果一哥遇到这种事 也一定会选择救他 所以想离一哥近一点 是因为我 嗯 一哥很温柔 我也想同一哥一样温柔 我是个正面教材吗 这样 我会爬树 先把它送回潮 再扶你回去 好 辛苦哥哥了 嘿嘿举手之劳 小鸟鸟 马上送你回家咯 果真 它会因为这种事情感动 还好 发现了那只可怜的雏鸟 还好 没有立刻将它送回去 腿是故意摔伤的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 搞定 小鸟长 你怎么找到这的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四话 哈呼 你 呼 块头挺大啊 中死了 无 你在看啥 磨到伤口不舒服 没 只是觉得围巾很好看 能送给我吗 这有什么 拿去 哎呀 怎么下雨了 还以为能在下雨前回去呢 抱歉 我拖慢了速度 没事 雨天山路 你的腿走不了 咱们还是先找地方避避吧 下得真大啊 看来只能等人来找咱们了 到底还是走了小说剧情 还好吗 虽说有应急处理 但扭伤肯定会肿的 再帮你看看 不用 先包着吧 我喜欢被捆绑的感觉 哈 捆绑 用围巾吗 嗯 红色的 像红线一样 你绑住了我 我就是你的了 你也会是我的 我会让你 永远变成我的 秦同学在说什么 不会发烧了吧 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 难道他在走剧情 呀 这么乖 如果他想在剧情结束后 走掉 就锁住 囚禁起来吧 没有发烧 只是因为喜欢你 为此 现在要乖乖陪他 完成故事 降低警戒心 最后的表白剧情 棒 表白完成 就没有剧情要走了 我也要进入状态 给故事一个完美结局 喜欢 秦同学 喜欢我 嗯 小柔 哥哥 也能喜欢我吗 必须要喜欢我 臭小子 我 我 我不知 冷酷笑草爱上我 这本少女小说 在男女主角 互通心意的亲吻后 就会走向完结 一哥 哈 给我吸了什么 只是一点 能让你睡个好觉的药 有条好剂量 不会产生副作用 已经没有其他剧情 需要演绎 可以结束了 这次来找你 其实是想当面告别 乖乖睡到梦醒 一切都结束了 嗯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四十五话 哥 你要 走了吗 嗯 要走了 为什么 不和我说 说出来的话 难道不会被你囚禁吗 想出来也一样 所以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思考 成功了 你的想法 我可以猜到哦 抱歉 为了不让你将我当成变态 之前聊小时候的故事时 有故意引一部分 虽然 我的确在意朋友们看到小猫尸体时扭曲的脸 好可怜 哇 好恶心 电视上说过杀小动物的人都是心理变态 但更在意的果真还是他们说的话 嗯 完全不懂为什么会对可爱的猫猫下手 怎么会不理解 凶手之所以剖开猫猫肚子只是想知道 他有没有怀孕吧 我 大概是天生的坏种 明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理解正常人的喜恶 却能在一瞬间共情到犯罪者的想法 所以 才会被系统选中扮演恶人 经检测 您的恶人基因高达99% 生来就会对恶意敏感与兴奋 就算同物人史上最强扮演者来比较 犯罪几率也相差无几 但您却又能将心底的怪物压抑至今 十分难的 是搜寻找的绝佳宿主 秦宪对不起 明明是个男主角 却被我影响的也不对劲了 但我绝对不想把你也变成个大坏蛋 能明白吗 所以必须得走了 对不起 哥 我亏欠你的东西或许这辈子都无法还清 哥哥 别怕 马上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了 在没有我的世界中一定会过的 更加幸福 宿主 您回来了 男主角已经搞定了 嗯 需要完成的剧情点已全部演绎 也为他的腿做了冷夫 不会留下后遗症 接下来装成旅游通知老师们就行 不愧是您 邹也刚刚收到 王傅得知王毅并非王家亲生子嗣的系统通知 您做了什么 记了封匿名信而已 后面附上亲子鉴定 那这样的话 所有通关条件都达到了 冷酷笑草爱上我 想说世界完结 咱们准备脱离 宿主 啊 抱歉 刚说要走了对吧 那走吧 宿主您 其实不想离开吧 怎么会 真正的反派就要够狠 够坏 够作死 并将主角折磨得体无完夫后 功成身退 与爆炸周 潇洒退场 我做到了 王毅 不会让你逃走的 既然这辈子还不轻 那就下辈子吧 有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六话 恭喜您通关 冷酷笑草爱上我 小说世界 奖励积分已发放 可以在商城中购买道具 也可以积攒下来 距离能兑换逆转时间的钟表 还差好多 只有拿到这个道具 才能将时间调整到出事前 将朋友们都带回来 已经相当不错了 宿主您是史上 第二个 以新手身份 获得如此高积分的 恶人扮演者 第一的是那位传说中的大佬 他也炒CP刷地打赏积分 能把炒CP刷得这么坦荡 您也是神人 这有什么 通关要紧 大佬的通关方式 您可完全无法借鉴 那位的原生 生活在较高级位面 掌握着很多 常人无法理解的邪术 经常将主角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极具人格魅力 哥哥咱也是放心纵火犯好吗 是是是 所以接下来搜尾您挑选了个尽管危险 但却特别容易刷积分的任务事件 哦 资料拿来看看 嘿嘿嘿 好哦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丧尸末日事件 末世题材 对 一种无法抑制的丧尸病毒突然出现 感染者无一例外都会变为 只知肯是血肉的活死人 并且病毒的传播速度异常迅猛 凡被丧尸化的生物咬钟 或进行体液接触 就再无声还可能 明白 看过类似的电影 知道的不少吗 但这种故事也是少女小说 当然 这篇末世文又给人类留下一丝生机 在地球人口仅剩的千分之一时 小部分人逐渐发生变异 虽然被丧尸咬钟的初期 他们和所有被感染者一样均高烧不退 但却能在熬过变异期后 获得普通人没有的特殊能力 您与男主角都是这类体制 只不过开篇时的他 还未觉醒任何异能 喂 你看那位 自情复官吧 秦县 莫是第八庇护所 城主复官 末日之子 小说男主角 对对 听说是个没有异能的普通人 也不知怎么坐上如今这位置 还能喂什么 肯定抱了城主大腿啊 七 脑子要是在末世开始前就围着往城主转 现在混得肯定比他好 城主 哦 小秦来了 王毅 莫是第八庇护所城主 末日之子 小说大反派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七话 哦 小秦来了 过来 给我擦干 您将我叫来 就是为了帮您擦身体 不行吗 行 这才乖 想当年 要不是也赏了你口饭吃 咱们的秦副官 恐怕早就报失街头了吧 在这人人自卫的末日里 也能尽情享受生活 可要懂得感恩之心 嗯 是城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秦县必回报于您 忠诚于您 永不背叛 吃 真是条好狗 还好 虽然她的名字和秦县很像 但看起来并不会独心 可能只是巧合 明天陪我出去一趟吧 去墙外 对 听说外面出现了个 拥有治疗天赋的异能者 在无条件救助他人 圣女似的 城主是想要收编她 当然 能治疗伤痛的异能 很难得 如果能让那姑娘加入咱们 人类基地 一定会更加稳固 为了人类 嗯 一切都是 为了人类 宿主 过得习惯吗 还行吧 没想到 这次要扮演的角色 不是恶毒难配 而是大反派了 总觉得 我会在结局 死相凄惨 可这也是刷积分 最快捷的方式 有舍必有得吗 为了您的终极愿望 您现在的身份 为末世残忍的基地之主 统治第八基地的独裁者 十年前因以玩闹的态度 救了家境贫寒的穷小子 秦县一命 小乞丐 本少赏你的 从而将他收入魔下 进行洗脑 滚去洗个澡 别在这脏眼睛 将他变成自己 最为忠诚的 跟班与玩物 现在的角色原生 在末世初期 因家底因时 很早就去了安全区 但在路上 却不小心作死 被丧尸咬伤 发起高烧即将丧尸化 是秦县拼命阻拦 想要将我杀死的人 守着我直到变异的那一刻 所幸最后 我并没有变成丧尸 反倒觉醒了 能凭借意念 操控人类的洗脑 与控制异能 最终爬上城主之位 操控基地高层 没错 背景故事记得挺熟 演绎这位反派城主时 你也会拥有 操控他人的能力 请谨慎根据剧情使用 是啊 咱们明天的任务 就是用这能力 控制琴县党的 再将这小可怜 推入丧尸群中 丢弃掉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四十八话 真荒唐 难以想象三年前 这里还是最繁华的商业节 城主忘了吗 您当年就是在这里 捡到了因年纪小 不能打工 差点饿死的我 哦 有点印象 看来若是没了也 秦副官 真就完全活不了呢 破路颠的腿都酸了 给我揉揉 城主您为何会收留我呢 明明不管曾经 还是现在 我都无以回报 哈 当然是因为 小乞丐足够忠心 忠心到 即使不用异能 也可以命令你 哈哈开玩笑的 也之所以会重用 没有异能 仿佛像个垃圾的你 只是因为 咱们是朋友啊 朋友 对呀 你难道不把我当朋友 本城主啊 可是真心将性命 交给你了 别让我 失望呀 末日之子 这本小说 讲述的是一名 一大女学生 在末世来临时 意外觉醒了 治愈能力 从而利用这份 天赐之力 拯救被反派利用 丢弃的男主角秦宪 还有其撑住啊 语音或得福 觉醒了 全属性异能的 中犬型男主 共同推翻了 第八基地统治 重建家园的 开挂恋爱故事 而促成这一切的 开始 来了 就是出城 寻找女主角的 反派王城主 招惹了一只 速度变异丧尸 存住小心 快跑 是变异体 速度太快 枪描不准 你的护腕被咬穿了 抱歉 我也没想到 但距离诗话 还有时间 送你回去后 再隔离 变异的 只有速度与力量 防御道士 还和普通丧尸一样 琴线 停止攻击 让他咬你 异能 洗脑控制 城城主 为什么对我用异能 变异丧尸 虽然速度快 但在进尸时 果真也会懈怠 现在 枪能瞄准了 这种实验体 很难得 基地一直抓不到 你的牺牲 是 有价值的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四十九话 为什么 我们不是 朋友吗 是朋友啊 所以 我很喜欢 秦副官哦 离开你可是很心痛的 城主 我说不定 会觉醒异能 或许 还能陪在您身边 别抛弃我 没可能了 那便意丧尸 不是一个人来的 秦县 再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吧 不 因我而死 要感到幸福啊 剧情任务开篇 完成 司机 开车 城城主 舅舅不管秦副官了 哦对 还得处理你 一能洗脑控制 现在 忘记之前发生的一切 去同大部队报告 城主与副官 围追便于丧尸样本脱队 天黑前会带着成果归来 让他们敬请期待吧 送到这里就行了 我还有事要办 是 这次应该做得够绝了吧 虽然知道他不会死 但用枪打人仍旧很不适 没错 秦县不会死 王 王毅 我要 不愁 绝对要 反倒会因感染便已丧失病毒 意外觉醒了全系一能 不愁 全系一能 可以学会任何一能种类的成长型开挂天赋 之后 他就会凭借这项天选之力成功逃脱失群 被同样听到枪声赶来救援的女主角发现 从而医好重伤 开始向背叛他将他如同垃圾般利用丢弃的王城谷 进行疯狂的报复 我要回第八基地 嗯 这种只存在恨意的关系对我们谁都好 虽然你也叫 秦县 也同样很无辜 但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不该产生的情意与念想 让他在故事的最开始就断送掉吧 城主 天要黑了 但我们还没找到那位治愈圣女 要先回基地吗 这是研究所一直在找的变异丧尸样本 回城后就给他们送去吧 哇 城主威武 可城主 秦富观他 不是同你一起走的吗 今天这场戏真累啊 杀完人还要装作一副自己无辜的模样 查毙了 可这就是宿主你想要的吧 无法被洗白的恶人才能全身心完成任务 尽快脱离世界 悲壮的极恶美学呢 对 但今天这种故意伤人我不会再做 虽然是为了让他觉醒 但还是很过分 还好 施暴时并不觉得开心 未来我一定会安分的被你杀死 先忍耐一下吧 幸好秦县和臭弟弟不一样 G不M也不会毒心 是个正常的男主角 领悟巨力 领悟神速 领悟空间包裹 领悟毒心 恶人想要抢救一下第五十话 残忍城主王毅 没有男主在 百无聊赖的一天 宿主 饭饭 饿饿 知道了知道了别采奶了 先凑合吃 之前都是小跟班给你煮生骨肉 可惜他刚被丢掉了 你说这城主也是 秦县这么中全一下暑 干嘛为了搞那便一丧失下死手啊 也挺正常吧 毕竟对原生来讲 他当年就秦县不过是随手收留了一只猫猫狗狗 用得趁手才放在身边 而现在他拥有了控制异能 能令大部分人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能力 那秦县的中心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况且挺过病毒觉醒异能的人并不多 任谁也无法想到男主角会开全系异能的挂 烦死了 怎么了 还问我怎么 上个世界是欺负小孩子 这个世界变成虐待兄弟了 我个恶意怎么当得这么难啊 恶意就是要对小可怜角色下手才显得格外坏嘛 否则在漠视这种人不利己就被喷圣母的世界中 杀该杀的人只会大快人心 不过宿主明明是个天生大坏蛋 三观却还蛮正呢 值得表扬 不是我的功劳了 算了 反正已经下定决心对秦县一坏到底了 再优柔寡断太矫情 接下来要进行的剧情是 秦县因多年忠心耿耿忍辱负重 却惨遭城主杀害无比憎恨 发誓要让他也体会到被至亲背叛的痛苦 我想回基地 这恰好同少女计划中的路线重合 正好 我也要过去一起吧 听说抵护所那边有很多医疗设备 配合我的异能可以救更多的人 于是二人便约定好 女主角前往平民区救济百姓 秦县返回王毅身边表面不计前嫌投奔 实则进行卧底 而后在暗中互通消息 互相帮助 逐渐产生情愫 嗯 那接下来的行动非常明确 只需要在他们到来前 让庇护所上上下下 都讨厌我就行了 第一日研究所 城主 您不能进去 变异丧失的研究成果出来了 没 已经在尽快提取样本了 昨天才送来 不可能这么快 废物 基地养你们 可不是为了当饭桶的 明天要是还见不到成果 就都收拾铺盖滚去平民区 哼哼先抢人锁南一波 第二日平民区 哇 那人不会是城主吧 咦 城主就是 保护我们不被丧尸吃掉的英雄吧 听说今天会来 没想到是真的 七 平民就是平民 不想着为抵护所出力 只想着被人保护 这么喜欢吃 接来知识的话 就去吃吧 第三日 闭护所商店街 既然赚得挺多 下个月加重赋税 第四日 跳走市场区 连个管理体系都没有 直接清场 别在这碍眼 城主不要啊 我们只能依靠这个生活呀 第五日 高墙外围 已经出现了 具有攀爬能力的便衣丧尸 第六日 城房 呼 秦县他们 要来了 秦县 已经能看到第八底护所了 之后咱们分开走 城门也有眼线 王城主 秦县 全系异能者 我回来了 就让我用这双眼睛 揭露出你那不堪的内心吧 那人想要抢救一下第五十一话 没有任何外伤与体温正常者 才有资格进入庇护所 您真的是秦副官吗 传闻说您为了抓捕便以丧尸样本自愿牺牲 已经死在城外了 那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我们刚刚通知城祖福 他们说会派人来接您 眼神好恐怖 您请 嗯 派人来接我 吃 还是派人杀掉我的可能性更大 城内这几天还好吧 王毅那家伙离开 我怕是连吃饭都成问题 哦 挺好的 而且大事连连呢 大事 看你表情 抵护所有发生变化 哦 或许是因为您的离去令王城主太过伤心 城主逼迫研究院三日内分析出变异丧尸的样本 似乎意外找到了引起丧尸化的基因序列 这可是个大进展 病毒疫苗终于不是空想了 怎么是夸奖的话 对 而且还治理了混乱的跳蚤市场 用收取商家的税务加厚了护城墙 还给我糖吃呢 他从前不怎么出门的 所有事情都派我去做 不可能突然这么好 嗯 城主的确又凶 派头又大 是令人反感的类型 但在这乱世中 只要造福了百姓 不论他人品如何 都是为好城主 又是被王毅迷惑了的人吗 真可悲 就像当初的我一样 明明被骗的团团转 咱们是朋友呀 被当作一件工具般忽来喝去 却还是会为 曾经那一点点恩情忍耐下去 但现在不可能了 那条欠你的命已尽数还清 咦 好高级的车 谁来了 难道是哪个大家族来接小姐 这种人 秦宪 你果真还活着 再也不值得我付出真心 真是太好了 哇 估计又是在作秀给民众们看 这就是原本以为 再也见不到的兄弟 回来了的感觉吗 好感人 感人 我可是差点被他杀死了 王城主 你好狠的心 就那么眼睁睁地看我被丧尸群撕扯啃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很在意这件事 基地需要变异丧尸样本 而我也相信 秦副官能成功觉醒异能活着回来 异能洗脑控制 仅此而已 只要在感染丧失病毒后 没有变异就会觉醒技能 秦宪 你能明白身为城主的苦心吧 你是信任我的 应该说出自己的异能 然后 继续为我所用哦 呵呵 异能无效化 他还认为我是那个没有异能 随时会被洗脑的可怜虫呢 那就顺着他的想法演下去吧 属下相信您 属下觉醒了 治愈异能 正好可以代替您一直想得到的圣女 为您卖命 来吧 让我看看你心中最为真实的想法 治愈异能 别让我失望啊 那可真是太棒了 终于聊到这个了 治愈异能相当宝贵 看来要给秦副官涨工资了 看吧 他果真只在意我的异能 估计心里想的也是如何将我压榨殆尽 没想到觉醒后的情线受了不少 得补补了 不过回来就好 虽然之前也清楚 他死不了 但还是担惊受怕好几天 走 带你去城里最大的店接风 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要养得白白胖胖才对 人想要抢救一下第52话 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要养得白白胖胖才对 愣着干嘛 走啊 怎么回事 难道他真在担心我 不 绝对不可能 没有人会将真正关心的人 推向死路 或许是异能才觉醒不久 用在同为异能者的王毅身上出现了偏差 这小子怎么回事 按理说 卧底应该装的和从前一样 才不会引起我的怀疑吧 喂 秦县 喝酒吗 是不是太累了 没精神 喝点酒放松下吧 谢谢 也就跟着我才能喝到这末世前绝版的酒了 感恩戴德吧 虽然还是那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哎 昨晚失眠起得太晚 没吃早餐 为了装闭空腹喝红酒 胃好痛 心理活动却一言难尽 再观察一阵看看吧 基地顶层成祝福 果真 那人怎么可能真心为我设宴接风 还说要去城里最大的店 食材都是进贡的真品 做的好吃点哦 从来都只有嘴上说的好听 根本不会兑现承诺 别让我等太久 就连通知其余长官 我还活着的意思都没有 直接把刚被判过的兄弟当随从使唤 是对自己的洗脑异能多自信 读心术显示的信息一定是错误的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王毅有多残忍无情 末日后 原本的社会制度崩塌 弱者为求生存 只得依存在强者的身边苟活 道德与法律不再起作用 支配人民的是那群上位者心中 污秽无比的欲念 我厌恶如此 怎么样 楚男秦副官没见过这场面吧 也厌恶从前那个不论是非 只对王毅愚忠的自己 但现在还不能暴露 已经觉醒全息异能这件事 德继续装作无害的废人 潜伏在王毅身边 借机帮扶圣女 带到民间新生势力发育完全 还是推翻暴君统治的 最佳时机 哈哈 怎么突然转身吓我一跳 想看看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计划顺利 秦仙看起来超级不爽 计划 牛肉炖土豆配海鲜炒饭可以吗 它果真没安好心 哎 可我更想吃煎牛排呀 重新做吧 那么早说 好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还有囚鱼 这烂人 那这些肉 炖牛肉 看起来好好吃 空腹小 一天快要饿死了 虽然牛排也很不错 但汤水显然更养为阴阴 好想吃炖牛肉啊 城主您确定 吃煎牛排 嗯哼 想不想吃没意义 折腾你才是最重要的 病得不轻吧 宁可自己痛苦也要折腾我 那把肉丢掉了 不行 呃 不是 可 怎么出去一趟 连节俭都不会了 真是条纯狗 从前的他 根本不会提节俭这个词 不要的东西 都直接命令我扔掉 难吃重做 这锅烂肉赏你了 去给我煎粪香草牛排 得用欺负人的方式 逼秦县多吃点 最近他受了不少苦 人想要抢救一下 第五十三话 你觉得世界上会有那种 即使自己无比痛苦 也要强撑着去折腾别人的人吗 那是变态了吧 白子之 末日之子 小说女主角拥有治愈异能 难道之前那位 差点杀掉你的王成主 还在奴役你 明明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了吧 抱歉 说了些没必要的话 我之所以回基地 就是为了向王毅复仇 所以 绝对不会心软 嗯 辛苦 我会帮你达成心中所想 但作为交换 你也要帮我建立一个 人类能够平等相处的世界 自知你为什么 对我这么好 不但救了我 为我治疗 甚至还陪我复仇 无 无论是谁倒在面前 我都会救 我希望未来的末世 能变得同曾经一样 蓬勃而安定 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希望你能派上用场 使命 啊 得回去上工了 下城区不比主城 每天打工才能赚到生活费 和住房使用权 很辛苦吧 是啊 所以非常感谢你送的面包 我要拿回去和邻居孩子们一起吃 问题不大 能赚钱的得方挺多 有需要的话 随时可以联系我 如果只是想救人 住在主城区也完全可以 没关系 在不想暴露治愈异能的情况下 还是这里能更随心所欲先 你做好自己的任务 尽快去策反城主身边的势力就行 他怎么知道 我想要策反被王毅洗过脑的基地高层 五 也就是说以咱们基地物价来看 修缮围墙这份工作一天的工资是200块 住房直接扣掉100 剩下的100块才是整个家庭的吃穿用度 对哦 末世中的食物可是很贵的 一斤肉要1202 蔬菜水果更不用说 所以普通人家每天大概只能吃 五块钱一个的野菜饼子度日 毕竟就算三餐只吃饼子 一家三口也要45块了 还不算其余水电生活用品 不错了 倘若没有基地 他们能不能活着还是两说 宿主莫荒 几乎所有政权的统治初期 都要伴着流血和纷争 毕竟只有在权力足够稳固的情况下 推行新制度或时事人文关怀时才不会产生阻遇 欺软怕硬是根植人类骨髓中的裂根性 有些时候残暴要比善心有用得多 我当然也清楚这些 咱们只需要为琴县和女主角打好地基 建立起强权 然后等他们过来推翻统治就好 但现在毕竟还没到时候 有些在剧情里被模糊的事不解决不行啊 比如 比如 最近黑市上出现很多将儿童当作商品贩卖的现象 跟着他走吧 还有付不起房租的流浪汉引发的动乱问题 来人啊 抢劫了 当然最严重的要数隔几周就会出现的丧失潮 和明显短缺的生存物资 真的是看小说时可以忽略 实际经历却哪哪都存在不安定因素呀 只要能完成任务 其他事随你折腾 真的 但请务必记住上个世界的教训 不要与女主角有过多接触 更不要让女主角爱上你 那肯定的 末日之子 小说中的王毅是令所有人都厌恶至极的大反派 绝对不会像上次那样把关系搞乱了 得劲 那接下来的戏份 要更加努力的赚取积分哦 没问题 看也使出浑身解数将男主角 羞辱一番 末日之子反派任务 永迟七零 啊 秦副官来了 晚饭做好了 要求将秦县七零的彻底抛弃礼制 化身为疯狂复仇的魔鬼 嗯 您想吃蛋糕 所以为您准备了这个 哼 还挺有心 哇 基地里酒壶没有蛋糕店 应该是秦县亲手做的 好厉害 尝尝看吧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五十四话 末日之子中的男主角秦县 原本是个无比中犬的人 即便差点被杀死 也在不断给 挚友 悔过自新的机会 可惜 身为挚友的我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尝尝看吧 糟糕 这蛋糕看起来超好吃 但绝对不能表现出喜欢 要按照剧情欺负它 秦副官为我吧 懒得上去了 剧情 吃一口 只吃一口 应该没事 是 它到底想做什么 不 可爱的小蛋糕碎掉了 怕不是真有什么毛病 内心过于细精了吧 请您享用 啊 哇 香醇的奶油 配上松软的蛋糕 再加上清甜多汁的桃子 简直完美 有那么夸张吗 味道如何 没尝出来 那再是一块 试试就试试 吃东西时倒没那么令人讨厌了 事实证明独心异能有在正常运转 但王毅此人却越发参不透了 哎呀 抱歉抱歉 不小心手滑甩出去了 给你擦擦吧 是个邋遢入水的 好机会 想拉我进泳池 你躲啥 他到底出于何种考量 才总做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呵 怎么 不想让我碰 再试一次 难道还在弃我把你丢下 没有 算了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王毅的目的 掉下去就掉下去吧 这才对嘛 真乖 我的心理暗示不可能失效 援助中的王成主很早就对 没有异能的情现 施加了绝对中心的指令 你要永远忠诚于我 这种暗示除了相同能力的异能者外 几乎无处可解 所以他不可能发现 觉醒了全息异能的情现 早已恢复正常 一 真脏 正将他的恶劣与浅薄 尽收眼底 还是下来洗一洗吧 咳 成主 你做什么 五 奶油擦掉就欲尽多了吗 这也是欺负人的意怀 好羞耻 无 仔细看看的话 秦副官的确长了张英俊的脸 难怪卫视前总有姑娘想追你 成主哪里的话 他们都是冲您来的 毕竟最后都成了您的女朋友 只是借着我打探情报罢了 那是故意的 我的哈巴狗 怎么能跑去别人面前摇尾巴 所以 就把那群苍蝇赶走了 当然是骗人的 谁会这么有闲心 啊 想起烦躁的事情了 你明明清楚 我有多讨厌别人碰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 还总是不听话呢 秦县 你是属于我的 不论生死 都是属于我的 五秒内要松开 一定不能让他有危险 二人想要抢救一下第五十五话 任务完成 恭喜您完成 末日之子 反派任务 永迟七零 总算完事了 虽然枪水几秒不会危及生命 但他肯定很难受 哼 还是这么没出息 你不是拥有 治愈异能 妈 用出来给我看看 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 已经不会再被蛊惑的情限 终于无法忍受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 愤然离去后 立刻实行了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先解除基地高官身上 被城主施加的控制暗示 李司令您好 能聊聊吗 再利用自己同样的洗脑异能 重新操控 听到我的响指声后 你会慢慢从王毅的暗示中脱离 异能洗脑控制 将对他的忠心 转变为对我的忠心 从而将王毅的随从们 逐步笼络在自己麾下 彻底走向黑化戏男主角道路 嗯 一切都很顺利 距离他将我杀掉的结局 更进一步 琴线 琴线 怎么没反应 琴线你别装啊 这么坏功夫 颠不着人 喂 醒过来 我让你醒过来 已能洗脑控制 真的假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有哪里不够小心吗 心跳也 喂 骚灵 不出意外的话 出意外了 我好像不小心 把男主角杀掉了 你个蠢蛋 能不能省点心 不是很有分寸吗 不是根本不想做坏事吗 我对天发誓 真没用多大力 根本不可能溺水啊 总之先看看 他什么情况 生命体重微弱 娜娜 娜娜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啊 治疗异能 只有他和圣女会啊 王毅在跟谁说话 还能怎么办 赶快心肺复苏啊 哦对 还有心肺复苏 我来找他时 明明探测过防剑中 没有其他生物 但该怎么做来着 算了 救人要紧管不了这么多了 听到了些有趣的情报呢 王毅似乎还有一个下属 但为防被发现 现在还不能醒 之前要被狮群咬碎时 也没见这么着急 他很可能只是在装作对我好 再等等 若王毅并没有尽心救我的打算 那接下来就别怪我无情了 神 什么情况 唇上怎么软软的 他在干什么 加油啊 秦县要是人工呼吸都没用的话 就完蛋了 人工呼吸 你 你醒了